发面千丛饼,怎么做才能从次分明里面蓬松渲染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期详细的讲解 大家好,我是关乡游陈老师 咱们先取上1000克的中筋面粉,加入5克的泡打粉 先把这个泡打粉给它搅均匀 接着再准备10克的白糖,10克的酵母粉 这个白糖和酵母粉用600克的温水给它化开 酵母粉充分化开以后,咱们分次到面粉中 边倒,给它边搅拌 咱们把这个白糖和酵母粉用温水化开 就是为了激发出这个酵母的活性 搅到咱这个盆底上没有这个干面 然后咱们将面给它揉到一起,揉成面团 咱们将面给它揉银,揉至这个表面光滑以后 咱们给它夹盖,开始发面 咱们这个千丛饼要想从次分明 咱们和面的时候,这个面不能和得太软 接下来咱们调制一个油酥 100克的面粉中,咱们加入8克盐 3克13香,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咱们加入150克的大豆油 给它边倒边搅 咱们这个油酥不要调的过于太稀 调到这种吸出程度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油酥如果调制的特别稀 咱们在干饼的时候,它就容易跑油 导致咱们这个从次不是特别的分明 咱们这个面发好了,看一下 发到这种状态,里面有这种小小的气泡就可以了 咱们将面给它拿出来,给它揉面排气 然后搓成长条,用手掌先给它按扁 撒上一些白面,防止一会擀的时候粘到一起 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入这种长方形的大饼 擀好以后,咱们抹上油酥 然后将油酥给它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以后,咱们撒上一点麻辣鲜 调味料,让这个饼子增加一点底味 接下来咱们将饼子给它分成八块 这个一刀的话,咱们就切饼子的三分之一 然后对角再来一刀 然后咱们将饼子给它折起来 给它放到中间按一下排气 然后对折 然后给它翻过来 这一面也给它折起来 然后这一面继续 最后咱们再给它折起来 然后给它包住 这一面的话,咱要一定要给它全部给它包起来 然后咱们将这个四周给它捏住 防止它跑气 然后咱们在表皮给它刷上一点水 撒上这个黑白芝麻,给它点缀一下 然后咱们将饼给它翻过来 先用擀麦杖给它轻轻的按一下 先不要着急擀 直接擀的话容易擀破 然后咱们将饼给它擀开 咱们擀上这种一厘米厚的一个方饼就可以了 电饼档温度一百七十多 咱们放入擀好的饼 然后咱们加盖,给它烙制上两分钟 烙制一面上碎以后 咱们在正面给它刷一点油 这样就是咱们翻过来以后的话 饼子颜色特别的好 然后咱们给它翻过来 烙制另一面 烙制两面金黄以后 咱们拿出来 然后咱们给它切开 看一下里面的效果 切开以后 看一下里面这个效果 表皮金黄酥脆 看一下这个虫色 虫虫分明 特别的好 这样咱们这款发面 千层表就做好了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小吃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